我 不 嫁 她是本王的女人 我看谁敢动她 一拜天定 今后 十三叔回不来了 快后拜他吧 一拜天定 今后 我 不 嫁 金虎 她是本王的女人 我看谁敢动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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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 我 我 给我的 看这个世界 开始 你们以后都是要走上手术台的人 所以一定要认真对待 这是什么地方 我怎么会在这里 第一届考课已开极 什么东西 我是世界精灵小九 你现在的身份是北楚国的金红公主 北楚国为寻求大商国庇护 将金红公主献给大商 以供皇室贵族甄选 金红公主不堪受辱 不愿为皇子选中 便可以半仇世人 本店今日来 金红公主因面貌丑陋而被贬为下人 由二皇子运衡选为逝毒带在身边 你来吧 一直暗恋运衡的原非与刁蛮任性 对楚金红尤为不满 处处陷害 怎么样 这个人说要满意不 满意你个鬼啊 这什么地方你赶紧送我回去 在这里待过一百二十天 行医治病获得积分 通过考核就能回去了 一百二十天 这也太久了吧 如果你没在规定时间里完成考核 那你将永远留在这个世界 祝你玩日愉快 是吧 真的到另一个世界了 笑领好像也还不错 可就是心医治病嘛 这点困难请得难倒我 静红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谁 不要再离开我了 楚金红 你在干什么 这位是二皇子玉红 没有你说 这么帅 怎么就是个坏人嘛 ar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爷 我们该回去了 您血肉发作的时间快到了 再不回去 为何我看到他 身体会有种异样的感觉 公主 小心 庆祖宗已在关注明镜与点点栏目 旭者俗套的英雄救来 果然和小树一样 你还要看多久 战王殿下 这是在闹什么 十三叔 我的嗜毒闹了些事 带走 是不是金虹冒犯了您 您将他交给我 我定当重种责罚他 他偷了本王的东西 本王要亲自带回王府室 这鱼又真牵强 不过好霸道 我喜欢 不知他偷了什么 好歹他也是我的嗜毒 我愿意替他赔 好 一万里 你的嗜毒 本王先帮你看管几乎 另外 本王做事 不协和别人指手挂家 快走 根据安危观察 每月十五 湛王寝宫都会撤去所有的守卫 按计划行事 是 楚金虹 你可不要怪我 既然你进了湛王府 那我便帮你一把 私闯湛王寝宫 可是神仙也救不了你 这个湛王 把我扔了 他负败我的美貌了 那 他负害我的美貌了 那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回事 雪珠的疼疼感 才慢慢减轻 抱着他 我的身体居然能动了 血脉变得流畅 本王居然好想抱他 抱紧我 臭流氓抱什么抱啊 王爷 你怎么样了 王爷 你竟然能动了 今日 不是还没到时尚吗 他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 为何能缓解血症之毒 这羽龙猿也太猴急了吧 就算非常喜欢我 那也应该节制一点 不能随便对我耍流氓吧 还有他刚刚那事在干嘛 好奇怪的一个人 原来 这才是他真正的容貌 你故意引起本王的主意 到底是何局限 不过 本王对你是越来越感兴趣了 现有最新患者 救治时间剩余四个小时 请尽快施救 如果拒绝任务 你将受到严厉惩罚 救死扶伤是一个医者的天职 干嘛都心许设置惩罚 你还剩下三个小时五十八分 幻者在这里呢 这里是京城最严密的情报机构 大妹航场 其主公叶飞白 人称叶魔 能跟他打的 只有战王玉龙渊 你可要小心哦 一个太监 能这么厉害啊 这样的太监 我倒要会一会的 大内刑场种地 不得善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为何对地牢如此熟悉 叶公公 我要进去 是 叶公公 我去去就来 怎么是你啊 医者没有选择患者的权利 行吧 都说医者人心 遇到我啊 算你命好 你怎么样了 小姐你给我痛快 小姐 给我准备 我要面证 止血钱 高频电刀 没有 没有 我只能借给你一些基础的意料器具 你用医室进入手镯内的医疗空间 就可以取出来了 器具还算全 将就着用吧 这些器具怎么从未见过 谷 谷主 我 我全场 我对你这些没兴趣 先这样 要 好 搞定 惊鸿公主好了 好了 多谢叶公公帮忙 无妨 你这么酷 长得应该也很好看吧 这么优秀的男子 却是个太监 他一定很痛苦吧 他刚刚眼神中 为何有一丝灵迷 你长得这么好看 为什么戴着面具 叶公公 谢谢你啊 公主请回吧 我们王爷说了 既然金红公主 能擅自从湛王祖出去 那么就不必回来了 我们王府从来不收养贤人 也不收留废物 告诉你家王爷 请神容易送神难 金红公主 王爷书房重地 万人不可擅自闯入 公主还是回去休息吧 回去 回哪儿去 是索性宫服生院 还是你们戴王府的客房 让他进来吧 老娘不稀罕住在你这儿 东西还给我 老死不相往来 给我 公主殿下 不错了 小杨不错嘛 啊 赵王殿下 青红无依无靠 在那个索清宫 受极了屈辱 这个鬼地方 我再也不想回去了 求求赵王殿下 收留我吧 我愿意 做牛做马 干啥都行 什么都行 也不是 那你就先住在寒露苑吧 好嘞 怎么就一个人 才这么少的积分啊 那我什么时候 才能回到现实世界啊 温姐姐 楚清红那个蠢货 怎么还没有被湛王赶出来 湛王不可能喜欢他 要是他的真面目 楚清红 我是不会让你有机会接触战法的 来来来 大家排好队排好队 一只队队队队排好队 有点上火而已 条理就可以好了 谢谢 楚清红 你还要不要脸啊 居然当街干出这种不知羞耻的事情 二殿下 我摆摊一枕 为人看并不许分文 何来羞耻一说 你 你到底要干嘛 如果你是想让本殿心悦于你 娶你 想都别想 那就多谢二殿下的不娶之恩 你说什么 前几日 二殿下为了区区一万两白银 把清红送给了湛王殿下 怎么这事才过去没几天就不记得了 那现在算起来 清红可还算是湛王殿下的人吧 楚清红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就凭你 这辈子也别想做湛王妃 我可不想嫁给湛王 是你们二殿下 为了一万两白银 把我送给湛王殿下的 当日的事情我也在场 干本就不是你说的那样 那是什么样子 见过湛王殿下 见过湛王殿下 湛王殿下 他怎么来了 糟糕了 刚刚说的话不会被他听到了吧 若是他还拆台 那我今日的脸可就丢大了 耳聋了吗 袁飞宇 王爷问你话呢 当日是什么样 今日又是什么样 你来说说吧 我和清红并无关系 好 很怕 Prevention 明天 打 scorn 仲师 我来 又 ser 你给我 你ollen 没想到刚刚回京就看到这么有趣的一幕 瑟瑟 在 帮我准备一株月下美人 公子 你打算 属下借月了 这就去准备 如何 什么如何 清宫 那是好 特别好 腾音家务一般 又快又稳 歪歪点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릴看adores看守栏目 小核目 我 大 你上着 因为我上着 要想到你 但是我没有想过 你存在自己 想到我 以及我 你还会 我还会 路要了一下 我还会 花花 锦头 约在你 似曾在梦里 第一次 落花 原地 不 雾 我 第一次 什么意思 还有第二次 公主 晚上稍后会给你送过来 你落在街上的东西 属下也会拆人拒绝 我落什么了 天都黑了 公主怎么还不来接我们呢 女儿的肚子都咕咕叫了 这古代的言情小说 不够粤呀 也不甜 哎 李儿 这字读什么呀 这个字 李儿也不知道 清雾公主 经照辅的来拿人了 说是公主殿下与专门艾友管理 难道原飞雨给屁了 这就是原飞雨啊 一般这样的人设 都活不过五级 不会吧 这才第四级 王爷在哪 十三啊 过了重阳前 你就二十五岁了吧 这湛王妃一事 要提上日程了 东西南北那四个丫头 你看上哪一个 就让你黄嫂 以你为先 如何呀 陛下 承担了 朕也就输给过你一人 这个十三弟 对朕 从来没有半点敬畏之心 对了 那个北楚的楚惊鸿 消息准确 准确啊 那么多眼睛 都看得滋滋的 湛王殿下 亲自把人 从街上带走的 若是十三护着她 那别将人 给十三带走便是 这军公主杀了人 干出这种事 大人是什么时候呀 镜红公主 你这帕子 为何会出现在 陈三镖手上 大人 现在不是追究手帕 在谁手上的问题 你得先找出凶手啊 一块帕子嘛 丢了就丢了 如你所言 你这手帕 是被陈三镖偷取的 什么呀 也有可能是她捡到的 可这前脚 刚攀幕了你 后脚便死于非命 这就十分奇怪了 那谁知道呢 天将正义呗 丑丁侯 你少给本官斗圈子 不光问你 你 昨晚在干嘛 昨晚 当然是在张王府睡觉呗 睡觉 我会和张王有什么关系 可有人作证 张王帝下可以作证了 秀得火焰 张王帝下自己不休息 会看着你睡觉啊 哎呀 大人 瞧你这话说的 张王殿下怎么可能看着我睡觉呢 当然是 当然是 喵 是什么 嗨 再说就不让剥了 王爷 我要去戳穿她的谎言 不能让她来玷污你的名声 她哪句话说好了 哼 公 公主别误会 肯定是呢 趁三表手脚不干净 偷乱你的帕子 来人呢 送公主回去 就放了 上面说了 如果张王来捞人就放 如果张王不来捞人 就先关注解放几点 且慢 本案有诸多疑点 尚未定论 代办官 查明时政后 再行开堂 不是大人 押下去 押下去 走走走 退堂 我这辈子还没坐过牢子 是 叶公公 你怎么来了 我来我来我来 好了 走吧 是不是很贵啊 很贵 什么意思 你们捞人不都得使银子吗 你使了多少银子啊 我是能直接出去 还是能假释几日 假释 这个词倒是新银子 不过 我捞人出去 不需要试银子 哦 也对了 你是大内行厂的厂工嘛 比那个什么赵长青的官 大多了 真够义气 走吧 可我不是来捞你出去 公公公 catalan 公公公什么公公公公在这呢 公主 前 前 插 哼 来探奸啊 没什么可招待的 进来吧 您自便啊 你先出去 是 造念啊 我怎么对一个太子产生想法 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 那天你离开之后 我便命人将陈三彪放了 当时他气虚体弱 但他的确是活着的 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不妥的地方 你有没有什么仇假 或者说 你觉得什么人会针对你 没有啊 怎么了 这些事情 是不是给你们大内行场 带来什么麻烦了 公主说的没错 陈三彪已经是第四个死于非命人 哦 天哪 这么说起来 我还要谢谢叶公公你呢 没有把我去大内行场的事情抖出来 不然 我就更难摆脱嫌疑了 既然要谢 何不谢出几分诚意 你是想让我给你查案 你说 叶飞白去了京兆府 提审北楚那个丫头 是啊陛下 他怎么会去 回陛下 近日京城批发命案 静兆府查不出结果 便转交给了大内行场 十三那头 没有东京 湛王殿下没有插手 惊鸿公主的事情 一老奴看 湛王殿下是不在意惊鸿公主的 不在意吗 三号死者 男 死亡时间约十六个小时 然后有针眼 你来看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怪物西行 这是人为的 这么小的三个针口 能将一个大货人的血放干 可以 如果这个针是空心的 然后 再在针上 图上靠你又写的药物 就可以做到了 针还能是空心呢 嗯 这是什么 这 这是三啊 三 嗯 是这样写的 还有这些文字 感觉认识 但也不认识 啊 这个呀 这个叫简体字 是我家乡的文字 如果以后你有什么看不懂的 都可以问我 嗯 我先送你回去 这件事 我会派人去追着 金赵府那边 也不会再找你麻烦 你看着我干嘛 你怎么这么好啊 要不是因为你是 要不是因为你身份特殊 我都差点感动得要以身相许呢 不过没关系 我们俩可以做姐妹嘛 参见金红公主 王爷呢 请您回去 这里所有一切的事情 都会有人处理的 公主啊 你不该待在这里 嗯 哎 我不该待在这里 那我应该去哪啊 玉露员 你说话你 你这一天一夜不见人 等我全身而退了 又出来指手画脚 是因为金红在你眼里 连小猫小狗都不如吗 公主啊 干嘛 王爷 早就回王府了 嗯 这轿子 是来接你的 没 没人啊 有什么事 公主咱回去说 对 回去说 王爷可是一直在挂念着你呢 要不然这夜飞白 怎么会平白无故的 随便老人 对吧 对对对 那个 王爷早朝都没啥 对 一直等您回去呢 嘿嘿 嘿嘿 我们走吧走吧 来 来 唱吧 唠语老人 还不来imientos 此情不休 毕身所求 好 叹此身 飘零天涯 何处 才是 尽 头 当若人家 已有 无可回眸 有你就足够 看过风月如秋 人间天起个年头 一年相思 一生相守 竟不清多少春雨秋 天地茫茫碎 啊 怎么睡在这里啊 不可以 当然不可以了 无名无分 怎么不睡在一起呢 三次了 啊 什么 本王帮你三次 你只帮你一次 还差两次 难不成真的让我以后 都用抱来抱安 这是什么毛病啊 和我们又没有什么关系 干嘛老抱呢 七 七宾王爷 一城少主还有金公子 等候多时了 嗯 还你两次了啊 别赖赵 一盏茶的时间 啊 每次报恩 一盏茶 这次不死 哎 报就报了 还要报一盏茶 这什么歪理啊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霸道 你要拒绝 你求本王一次 本王抱你一次 本王帮你一次 你抱本王一次 如何 这是留人的最高兴借了 算了 吃人嘴短男人手软 行吗 哎 哎 就这么走了啊 已经死了第五个了 个个都是躯壳状 身上的血液 都被抽干了 前面 就是第五个死者的案发现场 带我去看看 说不定会发现一些别的线索 看什么看啊 咱俩只能做姐妹 你看 凶手都跑了 你看清楚了吗 我相信他 湛王是怪物 七醒怪物是湛王 哟 瞧瞧 你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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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今晚不太平 还是少在外面逗留的好 若那凶手没抓到 那不太平的 又何止是今晚呢 刚刚刚那凶手 我先送你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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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送你回去 我帅 我帅你帅 你帅 我帅我帅 你帅 何事 你今夜有出去过吗 你又惹什么麻烦了 不是我惹麻烦了 是年老人家惹麻烦了 经常那个连魂杀手又出现了 被人逮了个正着 那样子 样子如何 那样子和玉龙渊一模一样 现如今有人看见了 那无论如何 也与他脱不了干系 这就是你惹的麻烦 那个杀人凶手 不是本王 不是 那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有人要害你啊 那日在院中你的样子 本王只是中了敌人的血咒 但凶手不是本王 血咒 是怎么回事啊 中了血咒 每到月圆之夜 便会经历经脉寸断之苦 每行一步 都如重世之行 血液从每个毛孔渗出 如同怪物 陛下 再过一段时日 便是咱们收网之时了 真应该整一个太阳能吹风机 这也太麻烦了 什么是太阳能吹风机 你 你怎么在这 本王问你话呢 是 是 北处特产 你 你干嘛 你在说谎 我 没有啊 不对啊 王爷你这悄无声息地出入我的房间 就不在乎名声吗 本王敲过门了 敲过门了就能进来了 我有答应过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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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 我 我们 我们又没有成心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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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成心 这也是北处的习俗 啊 红杆 头发 嗯 只想盼着你 日时间从有三千起 唯有那将此不可疑 看我花雨水何意 我却犹如那情依依 为不出世情和怀疑 日时间从有三千起 我还如暴放不可以 啊 先去看着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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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很惊讶吗 你不是说无名无分 从今天开始便不算无名无分了 这算什么逻辑 怎么就能从今天开始算了 荣泽哥哥 你怎么在这儿啊 那时候一定会来的 对不对 你真好 那我就先走了 听说 听说凤舞要办宴会 十三也会去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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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舞宴会 也是月圆之夜 公主啊 我要去给你找一个好一点的位置 打算是你打算你打个不张 打个不张眼的东西啊 妹妹 说话仔细着些 打狗也得看主人不是吗 你干什么 你看什么看 我打狗 从来都不看住人的 楚京红你疯了吗 你凭什么打我 你们北楚是想灭国了吗 灭国 妃宇公主的意思是 你们南秦高居于四国之上 是吗 你们南秦是不是也太嚣张了 楚京红 休想信口则王的污蔑我 谁污蔑你了 你们南秦的实力怎么样我不知道 但妃宇公主的魄力 倒是有想做女皇的野心 不不不 我没有 我没有 湛王殿下到 郡主殿下到 今日是司宴 无须多礼 我久未回京 想借这个机会 和大家热络一下 凤舞 还是你有面子 咱们年轻人的聚会 湛王 还是第一次来呢 二殿下 就别开我玩笑了 本王的王妃 见到本王还不行礼 是怪本王来迟了吗 干嘛呀 这么多人呢 干嘛呀 这么多人呢 你为何生气 我没生你气 别让我这个俗人 弄脏了你的情侣装 原来 他在意的是这个 是本王疏忽了 让你受委屈了 只想盼着你 谁欺负你了 没有 本王已经向北楚提亲 楚京红 即将成为我的王妃 在大婚之前 谁要对王妃不敬 就是对本王不敬 张王殿下 你可千万不要 被楚京红给骗了 这燕还摆不摆了 容泽哥哥 你这婚姻大事 不能这么草率 容泽哥哥 王爷 你没事吧王爷 我没事 我没事 王爷 王爷 王爷你没事吧 王爷 走 你来 你来 真是废物 那么多人居然还让他们跑了 陛下 您别伤了龙体 若是没证据证明 羽龙渊就是嗜血的怪物 那朕 如何治他的罪 受他的兵权 本来这一次 我们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陛下 好心 还在后头呢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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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真是一个痴情的女子 不过自古以来 都是痴情女子负心汉 小姑娘 你可要把握好自己的心啊 你为什么救我 我不觉得你抱着别的男人 和我聊天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小爷我更喜欢你躺在我怀中 这样我们可以彻夜长逃 阁下若是不想说就请离开吧 反正我也不是很好奇 呦啊小姑娘 你这脸色可是说变就变的 又不是我让你救我 是恩莫忘报 好 我不让你报恩还不行吗 不过呢 你若真想知道我为何救你 就来一趟云雨楼吧 说不定 我除了告诉你缘由之外 还能告诉你 解除血咒的法子呢 也与楼一行 是免不了了 王爷和金红公主 什么都没有发生 在下是在问 王爷和金红公主接触之后 血咒就会得到缓解 这件事是从什么时候发现的 你为什么要救我 你用手摸一下它 这 这 这怎么回事啊 金红 你 是我画弄影的妹妹 我是你妹妹 你等会儿让我捋一下 我是卑树公主 你是云云楼楼主 我姓楚 你姓花 我是你妹妹 是的 我回家做饭去了 你不认识我了 我不怪你 你从小就被送到大商国 自那之后 我便一直折服在大商国的京城 为何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找过 哪怕是我被人欺负了 你也从未出现过 我折服在京城 身居众人 与你相见 太过危险 那为何此时此刻 又要与我相认呢 你不该和湛王走得那么近 玉龙渊这个人 心里只有权势 那既然我是你亲妹妹 你可知道如何能解开血咒 解开血咒的方法 第一种 只能缓解 我已与你说过了 便是你 与湛王肌肤相亲 我们北主皇室嫡系 在出生之时 都会用月下美人炼制的药水浸泡 所以我们的身体 散发的气息能够抑制血咒 接近它 可起到延缓血咒的作用 那第二个方法是什么 炼旧羽化丹 什么是羽化丹 它是 十二种珍贵的药材炼制 可以化解毒素 净化血满 据说 服下羽化丹 可以媲美羽化灯仙 这十二种药材 找到一种 都非常艰难 多谢你啊 那我就先走了 你不要和湛王走得太近 他留着你 护着你 只是因为 比我先一步知道 你能缓解他身上的疼痛 不然以他的性格 又怎会与你有所接触 你扪心自问 是不是这样 这个世界真奇化 有些事情 已经超出了医学领域 完全无法对标 现代医学中的病症 还有 它真的是因为 我能缓解血咒 才和我在一起的吗 不舒服吗 舒服啊 你早就知道 我能缓解你的疼痛 是的 你一直留我在你身边 喜欢抱着 是因为 我能缓解你身上的病痛 是吗 是 如果我不能缓解你的血肿 你还会 带我回王府吗 如果我不是权倾朝野的湛王 也不能让你在清澄风险 你会和本王回复吗 不是啊 细细说起来 也是我先抱湛王殿下大腿的 是我一直想借湛王府的事 我明白了 爱恨最难遗忘 被思念破防 你最后流氓报什么报啊 既然你要报恩 当然是先有报 才有恩 没得过我 本王向北处的一千马 从今天开始 并不算无缘无分 公主 我们在这儿住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回锁庆宫啊 灵儿 把那个牌带上 这么重 到时候又要拿回来 多麻烦 王爷 金虹公主 已经回锁庆宫了 没有了 湛王的庇护 没有了湛王的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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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天在湛王府 就只做这些 楚金虹还有什么 其他的动静吗 放心吧 公主 奴婢每天都盯着她 绝对不会露下什么的 做得很好 下去领赏吧 谢公主 等等 公主还有什么吩咐吗 明天早上 把这个放到 楚金虹的洗脸水里 公主 公主 洗漱吧 嗯 好 怎么了 怎么了 公主 这盆水落灰了 灵儿再去重新给你打一盆过来 你个贱臂 竟敢忤逆本公主 还好本公主心善 再给你一次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爷 王爷 这是我特意亲手做的 尝尝 这是臭豆腐 超级好吃 超级香 你闻闻 香不香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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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受伤了 嗯 绫儿 绫儿 你怎么了 绫儿对不受你 爸 请公主责罚 起来起来 先起来 其实 我是袁飞宇安排到你身边来监视你 昨天 袁飞宇给了我一包药 让我放到你的洗脸水里 我虽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 但我知道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 所以你才说 那盆洗脸水落了灰 嗯 来 绫儿 先起 袁飞宇她是想害了你的脸 我跟公主在一起这么多年 只想公主欣赏 对奴婢 也是打心底的好 这么些年 我也想早点把真相告诉你 可是 袁飞宇她实在是太歹毒 所以她就把你打成了这样 嗯 是的 她又给了我一包药 让我继续加害于你 可是我真的不想这样 我就想好好地跟在你身边 好好地服侍你 绫儿 绫儿 没事了 知错能改 我不会管你的 以后 你就安心留在我身边 其他的事情 交给我 公主 对不起 这次是绫儿不聪明 给你惹麻烦了 没事 你先好好休息 锦儿 帮我照顾好的 铭儿 走吧 昏姐姐 您是我挑这个舞二皇子会喜欢吗 我一个女子 都被飞宇妹妹的舞姿给迷住了 二皇子肯定喜欢 二皇子肯定喜欢 公主好舞姿 丑青红你凭什么打我凭什么 打你就打你 打你还需要挑日子吗 你有什么理由打我 不是我做的 做的 公主做什么 我可什么都没有说 公主 我今天来就是来告诉你 打你不需要任何理由 任何证据 打你就因为你欠的 上师欺人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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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大眼泪无辜更该打 打 莫茫茎 打 欹dled 二十一岁转组织挫伤 治疗时间一个小时内 什么 这 打完了他还得给他治疗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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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啊 手上那么脏 他一定很嫌弃吧 算了 哎 啊 啊 秦鸿 我不会再放你走了 我要你心甘情愿地留下 可我不是你的私有物 秦鸿 本王需要你 你也需要本王 彼此需要的两个人 为什么要被无端地烦恼分开 王爷 我已经为你找到解开血症的方法了 为你解了血症 我就该回去了 等到那时候 你要走 本王不会抢救你 但是本王对你的保护 如愿又想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此话当真 嗯 王爷这么会哄人 我可能 有一点喜欢你了 秦鸿 本王这几天有事要出去一趟 你在王府等我 嗯 我会照顾好自己 哎 这十二位要我要上哪找去 什么时候 才能做好花鱼丹呢 是你 你怎么来了 江湖公主 得罪了 事发作人 跟我去救人 啊 啊 啊 你怎么样了 没事吧 哎呀 我没事 来 喝把这药吃了 走 放心吧 这里交给我 我在外面等你 哎 千万不要乱跑 小心伤口 我一会儿出来 嗯 他怎么样 遇到我 当然没事了 多谢了 不客气 你呢 你伤怎么样了 我帮你看一下 哦 皮外伤不必了 哦 皮外伤不必了 他已经没事了 多谢金红公主 没事 您一定要记得 要在两日内处理好伤口 好 记下了 我先送你回去吧 嗯 封区 编已经闭上了 啊 啊 快 编已经闭上了 输到事在正 Conf 第一 啊 十 啊 好 八 九 十 去死吧 别看 那不是你敢看的 谢谢你啊 你还有事了吗 你身上的伤可别拖着 不然会严重的知道吗 好 记下了 表哥 表哥 他应该没事了 他是什么人 你小心慢一点 别扯到伤口 滚下 别碰我 宝儿 不得无礼 表哥 表哥 他 他是什么人 我是 他是大夫 是我起来给你治伤的 可是他治得一点也不好 宝儿疼死了 常义了得 你先休息会儿 我送大夫出去 大夫 你想知道 我是表哥什么人吗 在下 在下只是大夫 负责治病救人 其他的 并不感兴趣 可是我想告诉你 我是表哥的未婚妻 表哥 他妈大夫的女大夫 都是这么漂亮的 我没注意 不过一个大夫而已 你不要乱跑 在这儿等我 那你快点回来 对不起 宁宝儿她 她是我表妹 她涉事未深 再加上刚刚经历了杀手的巨杀 所以才对你出手 没事 没关系的 那我先走了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你还是留下照顾你的宝儿吧 风行 风行 公主殿下 找属下何事 王爷还没回来吗 公主 王爷害得过几日才能回来 哦 好吧 叶飞白身上伤口 还有不到一个时辰时间处理 超时你将受到惩罚 哦 这个叶飞白 我不是让他自己处理伤口吗 不行不行 不能再拖了 怎么了公主 哦 我要去找叶飞白 你能带我去吗 好的公主 请稍等片刻 属下给你准备马车 不 表哥疼 叶飞 对不起 楚大夫 你 你怎么来了 哪来的山野村府 这么没有教养 连门都不会敲吗 任务超时 完了 请接受惩罚 公主 你怎么了 啊 站住 小姐 有何吩咐啊 没什么 就是想问问 刚刚那个女人 到底什么来路 她是一位 富有盛名的 大夫 什么女大夫 能让表哥这么紧张 我还没见过她 包括除了我之外的女人呢 麻烦你回去告诉表哥 她天亮之前不回来 我就进城去找她 如果她要我回云梦 就必须亲自送我 不然我是不会回去的 嗯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哪里不舒服 我没事 放我下来吧 我没事 没事 那个 不好意思啊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 我没有 我只是在帮她上药 后背她自己碰不到 啊 哦 这样啊 嗨 不是她了 说你呢 我不是告诉过你 让你两日之内处理好伤口吗 你干什么了 你一路来找我 就是为了我的伤 不然呢 我竟不知 我竟不知 原来金红公主 这么关心我 呃 嗯 嗯 这么说 现在的楚金红 不是原来的楚金红 以前的金红公主 愚钝不堪 现在变得心机深沉 还弄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将湛王迷惑着 难道说 她是妖怪 对 她一定是狐狸精 不然湛王哥哥 怎么会被她迷得神魂颠倒的 对 她妖言惑众 蛊惑人心 还宣扬什么 人人平等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可以 接穿 这金红公主啊 还经常一程不许分王 嗯 没什么问题 圣守一仙 分之无法 什么圣守一仙 她就是个妖魔邪碎 金红公主真是做好事 你怎么能这么做 多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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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让大家看看你的真面目 摩擦什么 快猖 凤母这个处魔 我本想让她趁机毁了楚金红的容 她居然要当众揭开楚金红的样子 你丢了一下 你丢了一下 本王倒是不知道 原来二皇子如此敬重长辈 放心吧 没事 不可能 你是谁 你不是楚金红 你到底是谁 二皇子越来越没有规矩 他就是个妖孽 不然怎么会有如此好的容貌 他是狐妖 是来迷惑世间男子的狐妖 真是可笑 凤母郡主见过我过去的样子吗 还是说 这位曾为正眼看过我一眼的二皇子 见过我宿命朝天的样子 既然都没有见过 就说我是妖怪 那凤母郡主 自己做法好了 是你做的 嗯 不行 送郡主回去 从此不得她入王府办了 是 荣泽哥哥 荣泽哥哥 走 原来她之前是在办成 这才是她真正的入王 你为什么会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王爷 这些都是我家乡的特产和习俗 我的家乡有很多有意思的习俗 比如 喜欢一个女孩子想和她成婚 就要向她求婚 男士单膝下跪 拿出求婚戒指 被女生戴上 我喜欢的人 跟我求婚的话 一定很开心 王爷 今天是你的生日 这是我跟你做的生日蛋糕 许个愿吧 嗯 然后 吹掉蜡烛 吹掉 嗯 王爷 祝你生日快乐 这样过生日 本王还是头一次 以后每一年 我都这样陪你过 每年 今后 下月初把我们成婚 我 都不可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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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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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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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 我 你 你 你 那在金红公主眼里 叶飞白是个怎样的人 身残至尖 那在金红公主眼中 叶飞白和王爷相比又如何呢 我们王爷自然是最好的了 节无仅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表哥他 明天就要成亲了 公主 你明日成婚用的婚服和发饰已经好了 我让人送回了索亲宫 送回索亲宫 对对对 那王爷明天是不是会 八台大轿来齐味啊 肯定的 公主 你的婚服做好了 那帮奴才给你拿到了索亲宫 李儿专门跑了一趟索亲宫 才给你拿回来的 凌儿 公主明日从索亲宫出嫁 你怎么把婚服给拿回来了 没关系 不要紧 拿回来就拿回来吧 我刚好看看我的婚服长什么样 你疯了吗 那个楚金红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套 让你如此疯猛 本宫几次三番提醒 在你羽衣未满之前 不要轻易得罪你十三叔 你看看 你都做了些什么 楚金红本就应该属于儿臣 他本是我的侍女 就算您不能让楚金红嫁给儿臣 那么且您 阻止他和史三叔成亲好不好 求您了 凤行 王妃 王妃 我这还没有嫁入王府呢 得明日才能 在属下心中 你早就说王妃了 对了 王爷呢 我 王爷去趟九真楼 办一些所事 很快便回来 那你帮我跟他说一声 我就先回索情宫了 明日才 再见 王爷已经吩咐过了 命属下 护送你回索情宫 今夜 我会一直守在索情宫 不会出现任何疲漏 明天 会有人来替王妃梳妆 嗯 王爷 小姐叫您过去一趟 说是有重要的事情 跟您商量 恐怕 是因为明日本王 要成婚的事吧 凤贤 凤贤 去九镇楼 是 公主 怎么了 没事 我就是 想见见她 表哥 宝儿 你不该这个时候来见我 现在不见 什么时候见 等你娶了那个 北楚公主再见吗 旁人都觉得 叶飞白是假 玉龙渊是真 但在我心里 只有叶飞白才是真的 是 我对你们有愧疚 和你全家面脉 我也答应过你 我一定会帮你找到 所有仇人 为你报仇 那日 那个女大夫 就是金红公主吧 明日你能不娶她吗 不可能 你若真的要娶她 我定会让满京城人 都知道 你就是叶飞白 也会让金红公主知道 你骗了她 风情 你怎么来了 金公子 穆公子 我们是来找王爷的 王爷可在 今日王爷根本没来过啊 他刚才来叮嘱酒宴的事情 确认无误之后 便回去了 那好吧 那我们就回索性宫吧 宫主搬走 走 我应该如何能让金红原谅 不能成婚 今天 明宝儿来找我了 当年 我以叶飞白的身份 去云梦查案 遭到暗杀 是明宝儿一家救了我 我终究还是愧对于他全家 若你 没有处理好 叶飞白的身份 是我心自太急 我应该等天下大地 再许他一生一世 现在去 这怎么能一样呢 当初王爷 是存了利用之心 只想将人留下 可现在王爷 不仅想要人 还想要心 王爷 看来你是懂心了 什么声音 风行 风行 王妃 属下在 外面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王妃放心 不会有事的 属下派人去打探一下 好 这是什么声音 湛王这门轻事 怕是成不了了 怎么回事 这是皇城的丧忠 难道 师母会用这种方式 阻碍玉隆渊和楚行红的婚事 那这样 他就还是带子归忠 只要他一天不吓人 我就还有机会 夺回他的芳心 王爷 身上酒气浓重 你就不怕金红公主 发现什么端倪 先帝的端孝仪皇后 婚事 冥丧中九次 取消所有嫁娶 使我不好 没能兑现于她的成功 端孝仪皇后是谁啊 她是先帝的皇后 婚姻皇子们夺处的事情 她被关进了冷宫 看来这亲 是解不成了 下去吧 对不起 别说对不起 这不怪你 事出巧合 这不是巧合 这不怪你 事出巧合 这不是巧合 确实 哪里就这么巧了 不偏不倚 偏偏是今日 没事的王爷 六个月后 你再娶我 也是一样的 京宝 京宝 六个月后 还愿意嫁给我吗 这叫什么话 难不成 便宜都让你战舰了 你还想不娶了 只有你不肯嫁 哪里有我不肯娶 我相信你王爷 我相信呢 迟早有一天 你会在万众主墓下出现 身披金甲圣衣 脚踏七彩祥云 来允许我的 星宏 若有一天 你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你会不会恨我 大人 如何 和之前一样 在外人看来 就是吸干精绪而亡 今日这城内 诡异命案频发 怕是有大事要发生了 我若是能帮你查清此案 有什么好处 金红公主尽管开口 要什么给什么 只要你要 只要我有 从此一生 只要你要 只要我有 复刑 麻烦你 把王爷叫来 我找他有事 属下赵教训 或许 或许是我想多了吧 表哥 怎么又是你 不是跟你说过吗 表哥是我的 你怎么就是缠着他不放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呢 我又没让你去 晦气 表哥 我给你做了 我给你做了你爱吃的松仁玉米 王爷 这是你最爱吃的松仁玉米 宝儿 不许胡闹了 我给你做菜怎么能叫胡闹呢 走 我们进去吃好不好 我还要办案 没时间 你放开 嗯 我不放 王爷 谢谢你 给我 是你 你 我 我说了 我说了 我只想照顾好你 不让你受伤害 不让你受伤害 那个楚金红给你下了什么药啊 这么迷恋她 宝儿 我说了 我只想照顾好你 不让你受伤害 哪怕没有楚金红 既然你不想让我送 那你自己回去吧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表哥 王爷 要不 你抱着我飞回去吧 王爷 我跟你说话呢 你抱我回去吧 你要不抱我的话 我就自己走回去 胡说什么呢 怎么会不抱你呢 来 韩中吗 清红 王爷 你今天怎么不行了 没有上次飞得好 我 我今天还有事情要处理 我先走了 王爷 我先走了 王爷 别走了好不好啊 今晚有些心慌 要不 你跟我一起睡 清红 清红 我今天真的有事 改天 别 哎 来 我错了 我错了 哎 哎 王爷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今生 第一次抱女孩子 有些紧张 哎 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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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有下次 哎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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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她却如此细心 一些细节竟然被她察觉到了 对对对 这个金红公主太会撒娇了 我招架不住 她对你撒娇了 不不不 不是对我 对你 哎 啊 对我 哎 不是 是对我伴的你 武双 哎 我今日明确的拒绝了宝儿 你帮我盯着她 不要让她惹出事端 这段时间我不会去见她 可是王爷 你这样软禁明宝儿 不太好啊 我只想保护好明家最后血脉 是 夜宝這個晚了 他没意见会啊 先生一个 manten governments 物食物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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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表哥让你来的 嗯 你回去吧 不用您陪我 不是让你走了吗 刚才我是代表王爷 现在我只代表我自己 我就是王 你们男人 都是这般绝情吗 我不是 可能是我神经质了 怎么产生 这么离谱的想法 神经质 我应该知道 不是 阿 能顺利抓住真凶 还得多谢公主出谋划策 接下来就靠你了 进了这大内行场 就没有叶某人 笑不开的嘴 哦对了 一定要记得 在皇后寿宴前 查明真相 嗯 公主放心 找我又有什么事 明日便是皇后寿陈 你要和我们卑猪使团 一起献礼 哥哥我已经准备好了礼物 这位便是我们卑猪使臣 与你一同献礼 你叫他小果子就行了 这是礼物啊 是什么呀 我打开了 不是吧 怎么是一棵树啊 哦我知道了 父皇是想要是招呼帝 他被皇后绿了 你快闭嘴吧 这是一株九十九头的月下美人 九十九头月下美人 成这样啊 这瘦礼就要出其不意 我用我的血液制成了药剂 只要放在这月下美人的土壤里 瞬间便能让它绽放 必定美不胜收 这月下美人还有一个传说 到时候一并献给皇后 你今晚需要和北楚使团同席 我会派人跟着你 我这里应该没事 倒是你 今晚血粥 叶会会在汗室结束 血粥会在子室发作 不会有问题 欺便王爷 北楚使团来接津红公主了 嗯 那我先走了 小果子 药瓶拿好了吗 可千万别出什么纰漏 公主放心 这药瓶 现在可比陈的脑袋还重要 臣已经私下练习了好多次 到时候绝对不会有人 发现我倒药水的 那就好 平身吧 今日皇后寿臣 一切从前 不必拘礼 谢陛下 这玉龙渊去哪了 湛王殿下到 皇上 皇后 入座吧 他 他居然穿这样的衣服 十三哪 瞧瞧你 总是迟到 自罚三杯吧 这回 你可不能推死了 臣弟 自罚一杯 uckle溺 konuş了 走 有기로 交ura 可爱 这里 我 你们要 喝 这 水 来 我们也能够 翅上 还可以 个人 我真非凡品啊陛下 东夏皇帝有心了 谢陛下 走 我们北楚的礼物 是我父皇和皇兄 特意精心为您准备的 这东西啊 只听您的话 哦 楚清红 你们北楚都穷成这样了吗 千人送一棵树 穷成这样了吗 千人送一棵树 皇后娘娘 这个是月下美人 这月下美人有个传说 凡是能让月下美人花开绽放的 便可以让国运昌盛 皇后啊 你先试试 开或者不开 都不打结 那本宫就试试 嗯 全当一个乐子 这个该死的楚清红 若是那花没改 岂不是说本宫不配做皇后 本宫命你立刻战亡 助我大伤 国运绵长 这是怎么回事 别这么坑我啊 看来此花盛开 能助国运昌盛 只不过是一个传说罢了 不是不是 既然金红公主这么有信心 那就让金红公主试试吧 金红公主 外公的 实际上 你真是 老子 幸好 看来 救我 了 怎么回事 时间应该还没到 难道 刚刚那笔究有问题 皇兄 既然花已盛开 臣弟有事 先告辞了 站住 皇兄这是要强留人 本王倒要看看 谁能拦住本王的路 十三 朕知道杀人淫血并非你本意 朕不会让你杀人偿命的 但是 你对于大商来说 已经是一个威胁了 这湛王殿下和杀人淫血 有什么关系啊 家门不幸啊 十三虽为我大商 平定了战乱 但他也曾在战场上 中了血咒 这血咒 最诡异的 便是需要以人血为食 才能得以延续生命 朕知道十三身不由己 但是朕 再不能放任他 残害大商百姓啊 陛下 您 这都是听谁说的呀 陛下您被骗了 皇兄咬定 臣弟是杀人淫血的凶手 有什么证据吗 身中血咒之人 每到月圆之夜 便会全身渗血 你可敢脱离衣服 让大家看看 那既然想看 你这也没看到血迹啊 你这说呢 朕皇殿下 不是这样的人 对啊 皇上 真正的凶手 已经被朕皇殿下抓获了 本来打算禀告皇上 但因为皇后受臣 宣告此事 实在不及 杀人凶手 就是在这三根空心的针 涂了抗凝血的药物 放肝血饮 此事 我已和夜场公查明 启禀陛下 连环凶杀案的凶手 已经抓到 此人已经认罪 这是供词 属下先行告退 皇上 臣弟可以在 王爷 王爷 王爷你还好吗 王爷 王爷你没事吧 得赶紧想办法配置解药 这玉龙渊不是中了血咒吗 怎么今晚没有发作 这 臣妾明明 在她酒中放了 引发血咒的药物 难不成 她已经发现了 怎么解毒吗 解毒 你当初不是说 这毒十分难解吗 或许 他们只是找到了 缓解之法 二皇子 这是因何事而发愁啊 你怎么来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殿下在为楚惊鸿 和湛王的事而烦恼 现在他们俩情真义切 想要分开他们 确实有些难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 好 好好玩啊 简儿呢 哦 她说天涼了 回手清光拿一些厚一点的衣服过来 哦 奴婢治罪 奴婢治罪 奴婢走路没看路撞了贵人 请贵人恕罪 你都没看看我 就叫我贵人 万一 我是个贱人呢 贱 贱人 二殿下万福 还请殿下恕罪 真是可惜了 这糕点本殿都还没来得及尝一口呢 就打掉了 殿下恕罪 二殿下若不嫌弃 奴婢再为您做一份 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锦儿 锦儿 那好 本殿 现在就要尝尝锦儿的手艺 这糕 还不错 就是 差了一点东西 差点东西 任何东西 都是有感情的 你对他好 他也会投桃报李 就像本殿下对你一样 本殿对你好也会记住本殿下 殿下说罪 是奴婢做得不好 你何必这般害怕 今日这芙蓉膏也吃够了 却没吃到想要的 你且回去好好想想本殿说的话 过几日再来搜 药带有感情的芙蓉膏 哎 锦儿 你怎么抬回来呀 啊 那个 我刚刚回去了 好久没回去了 有些衣物忘了放在哪里 锦儿 你买新发簪了呀 啊 哦 我刚路过一个摊子 觉得挺好看的 就买了 快给我看看 李儿戴上肯定好看 啊 我还有事 先回房间了 哼 真小气 不就是个发簪吗 锦儿姐姐 你又出去啊 嗯 我去给公主买点东西 嗯 锦儿这段时间都出去十多次了 好 本殿下交给你的事 都办好了吗 嗯 公主 锦儿 你来得正好 走 我们去医诊吧 公主 公主 今日初一有灯会 我们去看灯会吧 灯会 灯会 灯会可好玩了 还会有好多好吃的呢 真的 嗯 是啊 想来 今日看病之人 也会很少吧 好像也是啊 那公主 我们去看灯会吧 嗯 好 那我去教授王爷 公主 嗯 王爷平日里不喜欢热闹 还有就是 王爷要是去了 被人认出来也不太好吧 对哦 那我们走吧 好 嗯 快点儿了 哇 哈哈 给我一带啊 谢谢 给你带着 我去带着 带着 我去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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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前面要拆刀迷 我们去带刀迷吧 哈 拆刀迷我最拿手的 你去去去去吧 小春 公主 小春 小春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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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这带着 公主 公主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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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怎么样了 殿下放心 应该没有大碍 什么就应该 本帝不要应该 是 殿下 你这是关心则乱了 太医都说了没事 还能有什么事情啊 可她还没醒啊 殿下 若是京红公主醒了 她一定会去找湛王的 还能有你什么事啊 再说了 湛王 也一定会来找她的 她已经要嫁人了 殿下 你 有什么办法 可以不让她嫁给湛王吗 能有什么办法 他们二人现在 就差生米煮成熟饭了 就差生米煮成熟饭了 那如果这碗饭 由我来煮 是不是一切就会回到原点 你 我什么都没做 我怎么会在这里 王爷 我用寒冰加药草 为你 压制血涂 这并不是长久之间 王爷 王爷不好了 光处她被二人皇子抱走了 什么 念在你亲人救了我的份上 我可以当做 什么都没有发生 你要走 不许你走 不许你去找十三叔 于衡 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你好自为之吧 不许你走 你干嘛 王爷 靖虹 你没事吧 没事 你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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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睡觉 什么都不要想 王爷 不要走 好不好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砸满了成千 生命在此刻 偷走我的胆前 天上的圆 悄悄藏你却不会熄灭 想我的爱意 非相遇 查到了吗 王爷 是锦儿 锦儿 公主 你没事真的太好了 锦儿 我待您不好吗 公主 公主都是奴婢的错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公主 奴婢愿意一丝谢罪 可是公主 让奴婢将腹中孩儿担下再去死 孩子 求求公主放过奴婢的孩子吧公主 能不能活着 就看你的答案 能不能让我满意 公主 奴婢婢 奴婢真的不知道儿殿下要做什么 儿殿下只剩说让公主去看灯会 破坏公主婚事而已 儿姨 我竟是不知道 我的婚事在你的眼中 只算得上儿一儿子 我从未将你和吕儿看作仆人 这么多年的情意 难道还比不上一个男人的花言巧语吗 公主 公主 都是奴婢的错 求你放过奴婢府中的孩儿吧公主 你收拾收拾东西 我派人送你去二皇子府 公主 我是一个大夫 不喜欢打打杀杀 更不喜欢随随便便的杀人 可我也不是圣人 今日你出了湛王府这个门口 你我的缘分 这算是剑 你回来过得好一些 这是你自己选的 公主 我曾经梦到过一个世界 那里人人生而平等 不用遭受权贵恶霸的欺凌 也不用敬畏高高在上的王侯 人人都可以有尊严地活着 王爷 我一点都不喜欢这次的穿越 为什么要给我安排这种 王爷和王妃的俗套剧情 我希望我的人生有所选择 可以选择做 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哪怕是 龟隐田园 粗茶淡饭 我们两个在一起 也好过如今的狗血生活 我 你怎么来了 这个是我们酒阵楼的莲子汤 你喝 抖什么 没抖 你喝 你是不是喜欢我 我 你看那边 你们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 我有点不好意思啊 还是你说吧 你说 还是你说吧 这种事情你让我一个女生说 你们不说我走了 我说 我和宝儿在一起了 你们在一起了 如此甚好 甚好 那你同意了 宝儿是个好女孩 你以后好好待她 要是你辜负了她 我绝不侵扰她 表哥 无双说她这辈子只娶我一个 绝不拿钱 我 我可没说过 好啊 无双 没想到你这么专一呢 这话我可记住了 回去再收拾你 嗯 表哥 我们先回去了 嗯 出来吧 真是和睦幸福的一家人啊 花老板 花老板 又是什么呢 又是什么呢 我是叫你花老板 还是叫你花太子 哈哈哈 不愧是大商国灵敏的密情报机构啊 今日来此 今日来此我就一件事情 且你放了楚京文 不要娶她为妻 也不要再去招惹她 她想保护的人 她想守护的国家 我这个做凶长的 自然会替她实现愿望 为什么 这还用问吗 立场和目的进步相同 又怎能在一起 湛王心机深沉 所作所为皆是为了自己 你心 无她 你怎知 我心无她 如今我的身份 你也已经知情 我的所作所为 也都是为了我的妹妹而已 你自己想清楚 我又怎知 你的目的究竟为何 但是 你若不伤她 无论你是姓花还是姓草 本王都不会对你相守 同样 如果你伤害了她 无论你是姓花还是姓草 本王都饶不了你 有趣 有趣 滚 还敢派负二殿下 赶紧滚 赶紧滚 麻烦你 替我交给二殿下 赶紧滚 赶紧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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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令你现在不能进入招牧 怎么弄得这么可怜啊 跟我走吧 不至于没有你一口饭吃 你还怀着身子呢 如此下去 孩子是要出问题的 我并不想救你 只是上天 有好生之德罢 公主为何要救她 只怕二殿下会不高兴的 谁说等公主要救她了 一个低贱的病 还妄想生下皇子 凭她眼看 那公主这是何意啊 今儿个可不是大年初一吗 嗯 我准备了一份 李楚经 这王爷怎么还没回来 等着开饭呢 公主 温良玉身边的春玉过来了 青红公主 你来干什么 这是我家公主送您的节礼 温良玉送我节礼 肯定没按什么好心 我不要 你拿回去吧 青红公主 我家公主说了 若您不说的话 我就不用活着回去了 简儿啊 这是我亲手做的戒指 送给你来 公主 那我呢 当然也有你的啦 这是我们的闺蜜界 象征着我们的友谊 锦儿 锦儿在你们那里 我家公主说了 若金红公主 想知道答案的话 可以自己回索金公找答案 还又想耍什么银杖 锦儿竟然已经背叛我 那她的死活 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 若金红公主不去的话 我家公主会吩咐奴婢 每天送来一样礼物 直直锦儿 够了 您孕妇的我 天不收的 我来收的 瑟瑟 通知玉龙渊 到索秦宫 是 清红 温良玉的目标 一直都是你 她处心几率把你引过来 指定有什么阴谋 锦儿 锦儿 可不得放下来 锦儿 你怎么样了锦儿 锦儿你没事吧 公主 锦儿 不求你原谅我 只求公主保住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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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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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来了 为什么要杀锦儿 不不不 你可不能冤枉我 她本来就该死 你不会以为 玉衡会允许一个 剑壁 生下她的长子 更何况 男人向来都是 妻妾成群 锦儿得到过 玉衡的宠幸 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 我呀 只是送她一程吧 她应该感谢我才对呀 那我就好好谢谢你 我不仅要好好谢谢 我 你不用说她 为什么锦儿死了 她下了锦儿 王爷 王爷救救玉儿 这个女人想要杀我 我生是王爷的人 死是王爷的 我只能为 王爷 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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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杀不了你 是你运强 但是我告诉你 不会每次都这么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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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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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他们就如同小猫小狗一般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今天是你太冲动 那不是你该做的事 那我该做什么 眼睁睁地看着锦儿死在我的怀里 一时两命 然后我什么都不做吗 那是两条人命 那我该做什么 他怪我 我当初就不愿意把他送回于河南 导致这一切 也是他当初自己的选择 和你无关 玉儿 你这次做的不错 你想要的 事成之后 少不了你的 谢皇上 谢皇后娘娘 谢皇 不要离开我 无论我双手染了多少血 说了多少谎话 做了多少错事 也请不要离开 好不好 王爷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给你熬的 王爷还会亲自下厨呢 来尝尝 好甜 不好了王爷 赫兰茨带领玉林军进宫王府了 金红公主在大商境内 蓄意谋害东夏公主 已经触犯了大商律例 还请二位转告金红公主 让金红公主随属下到大理寺走一趟 既然是大理寺要人 为什么是你们御林军前来 此事已经惊动了陛下 并且惊动了东夏皇室 不瞒各位 东夏因为梁玉公主遇袭一事 已经准备发兵北楚了 大商若是能将此事处理妥当 或许还能免去两国一场兵戈 若是处理不好 恐怕又将引起一场腥风血雨 原来温良玉处境积虑地接近金红公主 只是给了东夏 找了一个出兵北楚的借口 而且东夏离大商京城千里之遥 为什么这边刚发生的事情 他们一下子就知道 但我们是蠢货吗 什么时候知道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金红公主 确实伤害了温良玉 证据确凿 大胆贺兰茨 竟敢擅闯湛王府 你还要不要命了 大胆贺兰茨 竟敢擅闯湛王府 你还要不要命了 你且回去复命 湛王府会给一个交代 湛王殿下 那属下就先行告退了 走 金红 你先回去休息 冬夏的事情 我来解决 现在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我得尽快研制出 治愈玉龙园血毒的药物 不然 金红公主 我找叶公公 他在吗 叶长公正在审讯中要发人 今日不见客 公主请回报 哦 叶飞白的手下也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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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姑娘这么轻易就溜进来了 本姑娘这么轻易就溜进来了 这里这么大 上哪儿找叶飞白去啊 我平时的胸鸟 哪儿 деся 王爷 咱们进去吧 今天的事你都知道了吧 王爷 你真的要去吗 我走之后 帮我扮演好叶飞白 只要叶飞白在 我们的情报就不会断 王爷放心 对了王爷 宝儿将那件事告诉我 哪件事 就是王爷和金红公主成婚那天 是你设计 让皇上皇后从中破坏的 要是让金红公主知道 她得多伤心啊 王爷 你回来之后 还会娶她吗 我想告诉金红 这做的一切 啊 王爷 你可想清楚了 万一 金红公主将秘密 泄露出去 我只是怀疑 只是担心 楚金红要是 接受不了王爷的秘密 那该怎么办 而且在这个节骨眼上 那就 等我回来再说吧 我现在有事要办 来 嗯 完美 走吧 走 王爷 怎么办 我这 Ocean的灾磁 我这听不错 早就让你来了 我这听不错 听不错 我这听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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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队了 我这听不错 你把我这个听不错 我赞不错 我竟不知原来金红公主这么关心 对不起 这不怪你 是出巧合 这不是巧合 我给你做了你爱吃的松仁玉米 王爷 这是你最爱吃的松仁玉米 她是什么人 哦 我是 她是戴了 是我起来跟你直升的 只要你要 只要我也 爱恨在一晚的思念广 死去秋月长 所变了那些不可覆追的过往 你怎么喝上酒了 白天听说你找我 后来我去寻你 没有寻到 原来你在这里 外面冷 我们进屋吧 心冷了 身体也在呢 也有什么用呢 你有心事 你把面具招了 一只极荒凉凉 满尘春色全都淹没 在冷漠的秋霜 偏雪如枪 送一场彻骨的寒凉 所有余设 金红公主请自助 你可是湛王殿下的准王妃 夜长弓 夜非白 原来大声的湛王殿下 喜欢扮演太监 还是说 你就是真太监 所以 你才不愿意跟我撑起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早该想到的 玉龙渊 夜非白 我真可笑 陪你玩弄于鼓掌之前 玉龙 你 到此为止 坐遍了那些 未见衰败的绽放 玉龙渊 玉龙渊 公主 我们真的要离开这里吗 我们本来就不属于这里 走吧 刚刚得到消息 东下压境北楚了 没想到他们这么快 才不过短短两世 他们的大军 已经压境了 不是快 而是隐蔽 我们竟然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那这么说 东下 他们早就开始有所行动了 而金红公主对温良玉产生危险 只是他们找的一个借口 就算没有锦儿的事情 只怕金红公主也难躲开这一招算计 只有千日做贼 乃有千日防贼 那怎么办啊 四国之中 东下最强 北楚最弱 要是真的打起来 北楚连传口记的金红都没有 必输无疑 当今之急 只有 我去讲和 两国交战必会波及我大商边境 皇上不愿意看到两国交战 我已经答应了皇上 由我去讲和 也算是我对金红的补偿 你们帮我照顾好金红 皇后费尽心思让本王离开金城 必定背后有所谓 表哥放心 虽然之前我跟他是有些矛盾 但是他毕竟救过我一命 我明宝儿 也不是王恩负义之人 可是 他已经知道我是叶飞白了 啊 叶飞白 王爷你 十三 答应作为使臣去讲和了 陛下 真是好计谋啊 如此一来 不仅仅打击了北楚 还削弱了东夏 陛下是一剑三雕啊 倘若楚清红死了 十三 必定伤痛欲绝 这对他 也是一击啊 这衣服真好看 给你 大家吃啊 来吃吧 感谢 又还是 是 给你 这 霖 不过是一种毒罢了 解毒的话语单只差最后也被要载了 既然舍不得 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他呢 你怎么来了 我离开对你来说不是更好吗 当年我发现他受了伤 便将他救了回去 走 你醒了 谢谢 宝儿 我会照顾好你 他两个身份并不是为了他自己 他只是想要更好地护住这个国家 如果这个国家破碎 将会有更多的人无家可归 我能理解他 大商湛王 身中血重 兵权被夺 总得在其他方面来弥补 所以他创建了大内行长 大商皇帝昏庸无能 被皇后每次迷惑 如果不是因为表哥在 周围那些虎视眈眈的国家早就踏破了这京城 当初破坏你们成婚是我逼迫他的 我威胁表哥说 只要他娶你 我便将他是叶飞白的身份公之于众 当初是我的错与表哥无关 其实 无论他是大商湛王 还是叶飞白 都不应该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 同样 无论他是谁 他都是爱你的 明日 他就要出征平定战乱 这其中的凶险 你应该知道 会了谁 你也应该明白 怎么做 你自己衡量 报警我 你个臭罗马 报什么报啊 既然你要报恩 当然是先有报 才有恩 本王向北楚提亲了 从今天开始便不算无缘无分了 彼此生 飘零天涯何处才是尽头 倘若人间已有 无可回眸 有你就足够 看过风月如秋 人间天几个年头 一年相思 一生相守 竟不清多少春雨秋 天地茫茫岁月 悠悠协作 眉间万分温柔 慢慢余生长久 为你等候 共度长目白首 难道 连相杀 绿儿 婚服呢 什么 你带回来的那些婚服 公主 婚服在这呢 梨儿真聪明 还好梨儿聪明 或许没有伤 与世间总有三千情 没有那三十不可疑 看着眼神不可疑 我真好 真好 是啊 不许是心和怀疑 与世间总有三千情 我爱如暖房不可疑 只是当初的记忆 表明回到梨 公主 王爷出去了 出去了 那你们怎么没跟着 不用保护他吗 王爷不让我们跟着 再说了 真碰到微信 我们还说不定拖搭后疼吧 月龙月 我爱如暖房不可疑 只是当初的记忆 又能回到这里 能否找到当年我和你 爱的争取 我楚金红从来都不是一个相信天定神棋的人 但我今日想要相信一次 金红 王爷 什么都不用说了 今日在此 以天为美 以地为聘 以神棋为正 你可愿娶我为妻 我愿意 没想到这句我愿意 竟然是从新郎的口中说出来的 我欲龙月 以天为美 以地为聘 以神棋为正 取楚金红为妻 恩爱两不宜 若水三千情独中 繁华碧落 共生死 今以白途之约 好久 红叶之魂 小小风起几度秋 此情不朽 彼身所求 好梦难留 谈此生 飘零天涯何处才是尽头 倘若人间已有 无可回眸 有你就足够 看过风月如秋 人间天几个念头 一念相思 一生相守 竟不清多少春宇宙 天地茫茫 岁月悠悠 写作眉间万般温柔 慢慢余生长久 为你等候 共度着木败手 青红 等我 王爷 赶紧成吧 一定要帮我保护好金红 王爷放心 我一定为你保护好金红公主 守护好大内刑场 王爷不回 面具不摘 王爷 我等你 王爷 再次跃远的时候 你是不是该回来 吓我一跳 吓我一跳 哥哥我 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弄到的 怎么感谢我 谢谢你 嗯 就这么感谢我 嗯 哥哥 冬夏出兵北楚 你打算怎么办啊 等我办完最后一件事 我就回北楚 对了 明天 你去求见皇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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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红 玉衡 你想干嘛 金红 五两玉公主 今日突然失踪 父皇 没有多派些人手 保护各国公主 随你 嗯 金红 父皇和母后 对你真的起了杀心 至极没动手 只是忌惮十三叔罢了 既然有所忌惮 那我便还是安全的 二殿下 还是请回吧 那若是不忌惮了呢 若是十三叔不回来了呢 你说什么 你这话什么意思 王爷怎么了 沙场之上 都见无影 湛王 若是死在战场之上 不 不可能 我会让父皇下旨 给你我辞婚 你本来就是我的 湛王回不来了 你等不到他回来 娶你的那天 公主 湛王 石心疯了 是 梁玉公主 当街发疯之后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不要再说了 绝无可能 母后 玉龙渊又是知道 楚行红没有等他 而是嫁给了别人 那他在战场 必将大数打击 陛下 这横儿 被那楚行红的美貌所痴心错付 臣妾这个当娘亲的 实在不忍心看他那般 所以 陛下要怪 就怪臣妾 你爱了横儿吧 这件事 就交给你去办 谢陛下 为了完成横儿的心愿 臣妾 一定做得妥当 只是这婚期 皇子的婚事 不能糊弄 就定在十五好了 谢陛下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好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听说了吗 惊鸿公主一夜白发 真是可怜 我听说是太子念湛王变白的 快别瞎传了 好一个痴情女子 惊鸿参见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尖爱 欠道本宫 你似乎一点也不意外啊 惊鸿公主一夜白发 我的三次 我的三次怎么会在你的手里 这个东西 是我从十三身上得到的 它贴身带着寸不为力 垂死之际 也不曾撒手 可见十三对你 果然情深意中 什么意思 这话什么意思 王爷在哪 你把话说清楚 王爷在哪 你 你不用着急 他现在还没意思 至于将来会不会死 完全取决于愿 愿不愿意 你 我说 有王爷的消息了吗 王爷帮北楚 升了东夏 花弄尹太子 设宴款待王爷 让王爷在北楚境内 游玩一两日 不日即将回京 王爷真贪玩 也不知道早点回来 看看公主 月龙院巴不得早点回来 怎么可能有心思 去游山玩水 无双的好言 太拙劣了 好 我知道 好 都一个时辰了 天都亮了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回 回殿下话 青红公主 不许奴婢进去 奴婢不敢冒犯 青红 开门 一到木门 拦不住殿下 又何必假惺惺的敲门 青红 难道我对你不好吗 这一个月来 我对你可曾有过怠慢 既然你答应嫁给我威妃 何不乖顺一点呢 你错 我没有答应你 我答应的是皇后娘娘 而且我的答应 是有条件的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我可以答应你嫁给玉衡 但我一定要先见一眼王爷 你从来就没有想到嫁给你了 实在说不来 你就不穿下一股外套 可若是 可若是三叔回来的 你定然会不顾一切地跟他走 是 你说的没错 我根本就不想嫁给你 是你们逼我的 我和皇后娘娘 不过是一场交易吧 怎么 他作为一国之母 想要出尔反尔吗 今日 若是见不到王爷 谁也别想逼我拜他 除非二殿下想要取一具尸体 金虹 二殿下 与其同我浪费时间 错过了几时 倒不如去和皇后娘娘梳手 让他兑现成诺 否则我能做 一定比你们想象的 还要多 放肆 楚金虹 事到如今 你还不认命 皇后娘娘 王爷呢 你是不是只要见证十三 你就立刻穿上嫁衣 乖顺地拜堂成亲 是 只要让我看见王爷还活着 我立刻拜他 随本宫来 一龙 玉龙银 让你见人 没让你去头怀送报 你站在这儿 一样可以看到 玉龙银 玉龙银你醒醒 金虹 你冷静点 楚金虹 人已经让你看见了 再胡讲蛮缠的话 本宫就送他上路 玉龙银 我要确认 我要确认王爷还活着 好啊 那本宫就让你看看 他是不是还活着 不要 不要 不要伤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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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京红 你到底换不换嫁衣 换 来人 伺候二皇子妃 更衣 我相信呢 迟早有一天 你会在万众主墓下出现 身披金甲圣衣 脚踏七彩祥云 来允许我的 一拜天地 瞧瞧 这金红公主 是太过于紧张了 连行礼都忘了 来人 去伺候着 是 若不想让王爷受罪 公主就配合一些 二拜高堂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王爷已经消失一个多月了 若是落在皇后手里 皇后肯定不会善待他 可那牢里的人 面白无序 虽然昏迷 却没有分毫憔悴的神色 那么牢里的 很可能不是王爷 楚京红 你干什么 我 无 家 金红 就差最后一拜了 我北楚公主 楚京红 已和湛王殿下定下婚约 而他 他身为一国之母 却挟持王爷 以王爷性命相逼 逼我下个玉衡 如此离京叛道 祸乱朝纲之日 他怎配为一国之母 若是我父皇和皇兄得知 便是举我全北楚之力 一定会为我讨一个公道 金红公主得失心疯了 来人 把她送去太医院 皇后娘娘这般心急 是打算杀人灭口吗 我跟你打一个赌 倘若我活不过明日 倘若我活不过明日 那大伤的江山 也活不过明年 你 你 金红 你宁愿死 你不嫁给我吗 她是本王的女人 谁给你 她是本王的女人 还会在第一次 暂时 她不嫁给我 她不惊死 房子 打算啊 单身 黃 在《座院》 本王不想再杀人了 也厌倦了打打杀杀的纷争 从今往后 只想与金红过上平淡的生活 陈弟愿意交出所有的兵权 也愿意交出大内刑场 十三这么说 很难让人相信啊 皇上 十三轨迹多端 你别被他给耍了 陈弟已经知晓 身上的血皱是皇后所谓 皇后的野心可真大呀 不仅暗自藏兵 臣还发现 四国当中都有他的党羽 背后暗中勾结 皇后如今 可是一手遮天啊 皇上 你别听他一派胡言 不是这样的 陛下 湛王妖言惑众 齐心当诛啊 对 湛王妖言惑众 妖言惑众啊来人 把湛王拿下 放肆 皇后 朕还真是小瞧了你啊 当真以为 朕是昏君不成 你的所作所为 朕 朕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哪怕 哪怕 是这位置 你想做 也无妨 皇上 皇上 臣弟对着王位 没有半点消负 臣只想天下太平 百姓安居乐意 曾经有个人告诉我一段话 他只想人人生而平等 不受权贵 不受权贵 恶霸击凌 人人都可以有尊严到皇上 臣也是这么想的 好一句人人生而平等 你可知这有多难 皇上 带臣弟平定战乱 请皇上让我归隐天园 和金红过沙平淡的生活 父皇 你不能这样对母后啊 对朕退下 这里还没有你说话的份 皇上 不是这样的 陛下 奴才错了 奴才错了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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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王爷 王爷 借仪 我给你做出来了 over ré 我 就 休闻银马 你已完成任务 当若人间已有 无垢怀眸 有你就足够 能够把你家 这就是 是一场梦吗 这道题该怎么选 同学们知道吗 楚金红 你知道吗 更远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